尽管目前已经有超过10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但是一个权威新冠疫情模型预测 到明年的4月1日 美国的死亡人数将超过56.7万人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最新预测还指出 如果各州放松防疫规定 到明年的4月1日 全美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激增到73.1万人 疫情模型预测结果之际 疾病控制核预防中心CDC报告称 白宫已经通过区率急速行动分发了大约950万剂的疫苗 并在12月24日早些时候交付了至少100万剂 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称 疫苗可以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按现在的疫苗分发时间表 可以挽救3.3万人的生命 如果分发的速度加快 可以挽救4.5万人的生命 该机构还表示 在全国范围内 口罩的使用率已经增加到74% 如果这一数字进一步扩大到95% 到明年的4月1日 死亡人数将减少4.9万人 与此同时 CDC根据全国36个预测模型周三报告称 预计到明年1月16日 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将达到37.8万到41.9万 加州在12月23日的晚些时候成为全美第一个新冠病例达到200万例的州 据触及100万人感染的里程碑还不到6周 加州人口为3950万人 这意味着每20人中就有1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12月23日 美国总共报告了22万8131例新增病例 还有3359例死亡病例 是疫情以来单日死亡人数第三多的一天 但这对美国而言已经成为毁灭性的常态 过去一周平均每天新增大约21.5万例新增病例 新增死亡人数超过2700人 疫苗通常被视为终结新冠大流行的最大希望 卫生部12月23日宣布将增购1亿剂辉瑞新冠疫苗 确保明年6月之前能够为每个有需要的人接种 另外 卫生健保工作者发现 由于辉瑞疫苗是一种冷冻溶液 在给人注射之前需要用生理盐水稀释 因此一小瓶产生的剂量比最初认为的5G更多 区率急速行动首席运营长佩纳表示 政府已相应调整了疫苗接种套件中的注射器 和针头等工具的数量 旨在满足更多人的接种需求